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案例告诉我们 我们在从事宠物诊疗的同时 防范意识不够 所以写的保定尤为重要 狗是野生动物驯化而来的 它身上保留了诸多的野生动物的野心 它对动物主人的忠诚 不代表对陌生人的友好 虽然说犬现在作为人类的伴侣动物 但是我们也要想到 很多人虚共患病 狗是病原的携带者 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狂犬病 那今天我们这节课的教训目标是什么呢 是掌握临床上常见的 犬的保定技术 那重点是什么 是各种保定方法的操作要领 那教学难点呢 就是灵活地使用各种不同的保定方法 保定方法是固定不变的 但我们每天接触的个体是千变万化 所以采用的保定方法也不尽相同 那什么是保定 保定呢 是指以人力 机械 或者药物来控制宠物 卸置其活动 这样保障人和动物的安全 有利于诊疗工作的开展 那么保定的目的呢 一共有两个 第一个呢 是确保人和动物的安全 第二个目的是方便诊疗 或者手术的进行 那么在对宠物进行保定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有一个雄虚借尽的过程 首先呢 要向犬的主人了解一下犬的吸性 比如说 它的攻击性 会不会主动咬人 再比如说 它家的宠物 喜不喜欢被人摸 有的宠物呢 除了主人能碰 其他人 想都不要想 如果遇到这样的案例 你想 去 洁净和保定 基本上不可能 了解了犬的吸性以后呢 我们可以试着喊犬的名字 我们在叫它名字的时候 如果它的眼神很温和 或者它的尾巴在摆 那说明呢 对你没有什么敌意 可以解禁 如果你看到它的眼神 很仇视的眼神在盯着你 那说明你不容易去解禁它 当你感觉它的眼神很柔和时 你可以试着从前方慢慢地去洁净宠物 那么洁净的时候呢 一定是在狗的视线范围之内 慢慢地从前方到前侧方 逐步靠近 等解禁以后 我们可以抚摸犬的头部 或其他部位 然后进行保定 这里面要注意的是 千万不敢盲目地突然接近 因为狗咬人 不是因为它对你有仇有恨 是因为它胆小怕你去伤害它 你突然地去接近它 它感觉你是在 要想伤害它 所以它也可能会主动地攻击你 那么任何一种保定方法呢 最好呢 是在主人的配合下来成 因为它的宠物 它比谁都了解 如果这个狗连主人都咬 那它可能不会咬你吗 下面呢 我介绍几种常用的保定方法 五大类 第一类呢 是图书保定法 第二种是扎口保定法 第三种呢 紧圈保定法 第四种呢 口龙保定法 第五种呢 是保定且保定法 首先我们看第一种 图书保定法 图书保定法 顾名思义 就是不用任何的器械 或者材料进行保定 所以它的共同点呢 是保定的动物 它的性格相对温顺 我们看第一种 环抱保定法 保定者呢 站在犬的一侧 双手臂呢 分别在紧前和骨后 将犬抱起 一只手呢 将犬的头部紧贴胸部 另一只手呢 抓住犬的前肢 卸置其活动 那么第二种 站立保定法 操作的人员呢 站在犬的一侧 一只手呢 将犬的头部紧贴胸部 另一只手呢 搂住犬的同步 活着去步 卸置其活动 第三种呢 是侧卧保定法 操作者站在犬的一侧 双手呢 跨过犬的对侧 分别抓住犬的前后肢 将犬侧卧 并用双手的走部 压住颈部和铜部 同样是卸置它的活动 那第四种 是倒立保定 倒立保定之前 我们先对犬进行 扎口保定 或者紧缺保定 然后呢 双手呢 捂住犬的两后肢 将犬倒立提起 并用腿部 加住犬的颈部 这四种保定方法 都属于图书保定法 那么第二大类呢 是扎口保定法 扎口保定法呢 分长嘴犬和短嘴犬的保定 将绷带或者纱布条 绕两圈 形成一个活圈 套在犬的颜面部 在下颌部收紧 后将两油离端 沿着下颌两侧 向耳后方 在颈背侧收紧打结 那么对于短嘴犬 采用这种方法 因为它的口纹比较短 所以人欲滑脱 所以在之前 我们先在绷带的中央打个结 然后同样呢 绕两圈 形成一个活圈 套在犬的颜面部 那么和短嘴犬的保定方法类似 但是当在颈背侧收紧打一个结之后呢 我们将其中的一端引至鼻部 穿过绷带圈 然后再返回到耳后方 与另一端收紧打结 这样呢 保定好以后呢 就防止呢 短嘴犬呢 在活动的时候 将结呢 拉松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下列哪个品种的犬 不能采用扎扣保定法 A 拉巴拉多犬 B 八哥犬 C 德国牧羊犬 D 法国斗牛犬 E 北京犬 那请同学们 思考一下 那么第三种呢 是紧缺保定法 紧缺保定法 目前所用的紧缺 市场上都能买得到 大号 中号 小号 不同型号的都有 那选择呢 合适的大小的紧缺 站在犬的一侧 将紧缺的两个游离端 进行对合 喇叭口朝前 保定好之后 我们将手 从犬的后部 伸到紧缺内 测试它的松紧程度 第四种 口龙保定法 口龙保定法 目前所用的口龙 也是可以买得到的 它的大小 根据狗的大小 进行选择 将吃中的口龙套于犬的口鼻 并将索扣呢扣好 最后一种保定方法是 保定且保定法 那么它使用的范围是流浪的犬 或者特别凶猛咬人的犬 我们采用这种保定方法 我们采用这种保定方法 方法呢是保定着手持前面 张开前嘴套入犬的颈部 然后合拢前嘴 将犬固定 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保定方法 最关键是如何灵活的应用 那下面呢 我们问第二个问题 如果一只成年的状豪 野性很强 体重有80公斤 需要进行埃克收光检查 请问最好选择哪一种保定方法 请大家思考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